佛陀的教法 关机斗教 因人说法 适合所有的根器 佛法的教导需要关机斗教 因人说法 因此在广度众生时能不媚因果 不失因缘果报而失语种种方便 另入佛之见 我们的佛教就是我们讲 我们也呼吁在现在的社会 出家的人越来越少 甚至可能出家以后 在于道场的人可能也比较少 那这个部分当然很希望 我们的法师们大发慈心 还是要广度众生 还是要发心力愿 因为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把佛法给错解了 或是说很多人呢 讲说佛法的时候呢 就用种种的神力来谈这些事 或是说呢 用很多的巧妙方式 萦谋这些生活方法 其实也许个人都有个人的辛苦之处 不过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正确的认解 就是佛陀怎么教我们的 释迦牟尼佛当初传的方式 他不是说不能改 有时候他也讲关机斗教啊 所以延续到2000多年的这个 我们现在的台湾 其实很多的法则都已经关机斗教了 可是啊 声参的部分就是关机斗教而来的 那你可以接受 那你就去做 那有的人呢 当然他对于这种所谓外相解 他就觉得 哦 我不执着如此 而我知道我的智慧 我的根气比较立根 他可以由心里面去产生一个变化 他可以从内心里面去 找到一个真实参为的方法 所以像这样的时候 他的发心意愿就会勇猛精进 那也就能够更普入这个社会 广度这些众生 菩萨在礼上了知诸佛皆是缘起信空 无依法可得 但并非否定世上的一切法 若欲立根众生 则使以种种教法 令其于念念中能与诸佛菩萨相应 若是欲顿根众生 则在关机斗教下 使以种种善巧方便 令其渐渐与佛法相应 最后断除无名或终止成佛 十方新闻 黄慧如吴总睿 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